这些鸟是我十几年积累下来的 我不是经常做鸟 偶尔这个树材的形式适合做鸟我就做 我做其他的动物也有一些不是很多 但是鸟的形式就非常简单 比其他动物还简单 因为它要非加少空中的阻力 就是它本身就流线型的很简练 还有呢这个我尽量利用树木的形态 这种自然形态就有生命力 所以就喜欢做鸟 当时在北京家门口有个煤店 煤店也卖这个匹柴 有一些木头很难劈它们就扔在一边 然后我就找它们要来做雕刻 出国之后找木头的条件就更好一点 可以去森林里头木材厂农村找 就是这样找到自然形态的木头 很适合我的这个创作方法 我觉得木头后来用其他材料 我觉得没有木头 这个材料本身有那种生命感 而且这个木材你用好了 也是非常美非常结实 当时就是以前从没搞过雕刻 其实也没有学过美术 以前是当时正是做搞戏剧 但是写剧本的总被否定 就是审查通不过 所以就不想做了 有一次偶然机会找到一根木条 自己觉得这个 对这个木材 这种旧的木材觉得很喜欢 它那个经过时间 人的摸呀很圆润 木材也很坚韧 这个后来自己就慢慢的用小刀刻 等于瞎做 做了一个头 头上一个手 然后又把我那个工作证 很小的工作证 红的插在手上 然后就叫万万岁 这是第一个作品 做出来之后就觉得很幸福 我可以做艺术品了 我可以做雕刻了 然后就有兴趣继续做找木头 后来第一批作品就做有沉默偶像 早期作品都有一些政治诉求 因为当时四人帮刚倒 这个民众心里这个愤怒 都想表达一下 当时八十年代 所有的中国人都想出国 不仅我一个人 谁能到出国就感觉非常幸运 这个出国对我来说 能看到西方当代的艺术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搞艺术 你得多看一些东西 对艺术 世界艺术是有些了解 还有在西方 你知道会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 在中国那时候是很压抑的 因为我虽然 我虽然不是搞 真正搞政治 但你搞艺术 也感到处处感到非常压抑 所以我想必须离开 我认为说我是反叛的艺术家 我很荣幸 一个艺术家要创新 就得必须有反叛精神 还有艺术家也必须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对这种专制政治制度应该有批判 很多人说你出国以后 责品没有了 你现在没有反叛精神了 我说这个本性难移 但实际上我的反叛精神 还是在其中 是另一种形式的反叛 我不是反叛这个专制的政治制度 我反叛的是 跟这种全世界的这种流行艺术做对抗 这种反抗需要更强的自信 更强的韧性 和付出更长久的艰苦的劳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